第十八章 内单修炼的层次 根据入手的起点和预期的目标的不同 各种养生方法也有了层次的差异 同时指导思想不同 侧重点不同 也使养生方法的类别更加五花八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宗教迷信等多种消极因素的影响 历史上曾有大量写法歪数混于其中 有些方法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 还曾广泛流传 教训非常深刻 如何从古老的养生体系中趣味存真 全面评价传统内练方法的科学价值 是非常必要的 一 法有三圣 养生学的修炼功法 因各个时期的功法特点 师承传授等不同 同样经历了形成 发展与成熟的过程 以下仅以内单养生为例加以说明 内单修炼步骤的划分 有简单的 有繁杂的 有粗分的 有细分的 有主短期突击完成的顿法 有主缓慢渐进的渐进法 但多数单家主张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如在西山群先会真记中 把内单数分为炼形化器 炼器成神 炼神合道 陈团的无极图中列炼精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还须 金单四百字序中提出 以精化为气 以气化为神 以神化须 顾名三花俱顶 后来单家似乎都同意这三步 如中和级金单大药都用炼精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还须的三步名称 金单大乘中用炼形化器 炼器化神 炼神合道 归中指南中用侃离交购小周天 乾坤交购大周天 望神合道的名称 大单直指中用小乘法 中乘法 大乘法的名称 较早提出法分三乘思想的是中离权 中旅传道极论真先第一云 用法求道 道顾不难 以道求先 先义甚义 因此能知义能行 问题的关键在于 先有五等 法有三乘乘 修持在人 而功成随分 这里所谓的三乘乘之法 实际上就是中离权的领保毕法 这是中旅内单学的根本大法 中离权在领保毕法秩序中说 他曾在中南山的石壁中得到领保经三十卷 上部为经告书 原始所著 中部为玉保经 原皇所述 下部为真原义 太上所传 这显然是一种假托之词 以标明自己所传的内单之道 是太上 原始所创立的正道真法 有别于各种旁门邪道小法 中离权自述从领保经中 雾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本天地生降之矣 气中生水 水中生气 一心甚交合之理 此物之相 道不远人 配合甲庚 方艳金丹之有准 抽天矛有 自然火候之无差 红谦黑谦 彻底不成大药 金叶玉叶 到头方是环丹 从无入有 长怀征战之心 自下升高 渐入西夷之狱 抽签天拱 至二八之阴霄 换骨练形 使九三之阳长 水清拙 便于寄己之时 内景真须 时于作望之日 玄机奥指 难以进行 方约领保庙里 可用入圣超凡 总而为三成之法 明领保必法 内单学发展至元代时 已较为成熟 学术体系也日趋健全 此时由李道纯从功法角度对三成分法进行了完善 除三成外 另增加最上成 依据世今时一文记载 其四圣分类标准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看出 在三教河流的时代背景下 李道纯以道家内敛框架为线索 将儒家中和思想及佛家界定会思想融为一体 试图把各家所有修炼之法 都纳入一个层次井然的体系之中 虽有简单化之嫌 但毕竟对传统各家养生方法 进行了颇具高度的概括 二 正道 旁门与写法 按传统观点 正道之法是能彻底解脱生死问题的方法 而旁门多为一法一述 虽非害人之法 但只能解决人生的局部问题 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写法则带有明显的危害 不仅对养生无益 反而自悟和无人 到晚唐为止 中国古代种种养生修身方法与方术 真是五花八门 难以计数 忠 于认为 就是由于各种旁门小法 败坏了正道真法 才使得大道难知难行 忠旅传道极论大道第二云 以旁门小法 意为建功 互相传授 致死不误 遂成风俗 败坏大道 有斋戒者 有修良者 有采气者 有树燕者 有离妻者 有断位者 有禅定者 有不渝者 有存详者 有采音者 有福气者 有持静者 有悉心者 有绝雷者 有开顶者 有缩归者 有绝技者 有看读者 有烧炼者 有定息者 有导吟者 有吐纳者 有财布者 有布施者 有供养者 有救济者 有入山者 有实性者 有不动者 有受职者 旁门小法 不可被沉 忠吕传道籍 不过 忠吕并没有 完全否定 以上各种 旁门小法的作用 因为他们 毕竟在内丹学 成熟以前 曾广为修行者 所运用 并有一定的 实际效果 比如 采气结丹 可以疗病 绝念妄言 可以养性 但是 这些旁门小法 毕竟是些 养命之下法 及神之小数 古往今来 许多奉道之士 居然苦苦留心 往往挂意 以燕金为药 如何得造化 聚气为丹 如何得停留 指甘为龙 肺为虎 如何得交合 任侃为谦 离为拱 如何得抽天 似是浇灌 望掌黄牙 一意不散 欲求大药 差年错月 肺日乱食 不时五行根地 安之三才造化 寻之扎叶 迷惑后人 致使大道日远日书 异端并起 遂成风俗 以诗仙诗之本意 忠吕传道集 世上许多人之所以 终生修真 而只成就人先 就在于他们 只知大道之中的 一法之一术 并没有把握 太上之正道真法 因而只能多安少病 不能长生不死 更不能超凡入圣 在西山群先会真迹 和破谜正道歌中 忠吕也对旁门小法 进行了与上面相类的辩析 说明三千六百旁门法 与内丹学的正道真法相比 都是迷人祸事的下法 有的甚至使世人物 以神仙之法为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